今天来帮大家编织这款肖战的红绳手链 两根1.5米的六号衣线 开头部分我们对齐这两根绳子 然后挖在到15一米左右的这个位置 捏住这个位置 开始用这两根绳子编金刚铁 下面这根绳子要一切 要到所有绳子的后面 另外这根绳子要手指一切 拉过来之后 穿到上面的这个签里来 穿过来我们拉上去捏住 收紧这个签 收紧之后换手捏住 宽转的蓝钻上面的签 那么朝上面这根绳子继续靠手指一切 穿到上面的这个签里来 拉罩子 往上面绳子收紧 翻转 朝上的这根绳子要手指一切 穿到上面的这个签里来 穿出来往后抬 捏住 收紧 再翻转过来 依然是朝上的绳子 要一切 穿到上面的签里来 收紧四千 这样反复的编织 重复动作 就是今天节奏 送你吃饭吧 订阅吉祥寓意 翡翠珠宝每天分享教学 小王龍 我们大概便知道要手为一圈的这个长度之后就可以收尾了 我们收紧这个圈 金刚铁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做两个小尾巴 就这样简单的记一下就漂亮了 大块的这个长度总有点准了 我们把这个小锅打拉起 另外两个小锅也记个小锅打 简单的时候留一点小线头 然后烧一下线头 多烧几次 把线头和这个小锅打粘在一起 这样才不会松散 完成 两个小尾巴对弯重叠 开始更深缩 拿出记号一线 对弯一次 这一段下在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捏住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放在 接着重叠部分捏住 然后就是20厘米的这一边 绳子 向外 错 前掌 掉线 让一直绕 一直绕 然后绕到大概两厘米左右的这一小段 我们把这根绳子穿到 之前这般的这个小锅里拿 穿进来之后拉拽 另外一侧的绳子 收紧这个线圈 两头 这样对拉一下 拉紧 把这两头的小尾巴剪断 剪断的时候依然是留一点小线头 用把火机烧一下 烧融化 粘在这个线上 这样更结实 深色节可以粗拉条大小 好啦 手绳全部完成 感谢收看 一会儿 一会儿 再加分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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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